运维是维持网络服务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 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运维工程师是随叫随到 似乎是一个不需要休息的物种 让我们来到运维工程师的身边 走进他们的生活 看看他们面对的挑战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从事技术工作 我们需要保持一种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由于当代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日新月异 所以说运维工程师来讲 一种不断学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近几年Docker的一个出现 而且在这个开源技术的一个带动下 业内的运维相关的工具也是层次的不休 所以说从小到一个自动化部署一个配置 或者是大到一些分析 或者收集所有的资源跟配置追踪这些技术 而且像一些云平台的一些更有力的监控 对于这些演化聊天的工具和混合力的一个环境 我们该如何做出最优化的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出去玩可是每分节假日朋友聚餐 或是旅行都没有我的份 因为我要值班 因为运维工程师要24x7的轮班制 要是再换上个电商大促 我们不能一起买买买 还要去控制服务器的各项性能指标 保证服务完善的正常运行 这就是工程师最最苦恼的地方 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 最头疼的唯一是自己团队的人员频繁更换 当一个高速运转的机械突然换零件 是非常损耗运维团队经历的 运维人员流动对一家公司的影响 其实要比其他技术类岗位带来的麻烦更大 近年来云计算高速发展 运维人员跳槽频率也随之飙升 然后大家都想着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获为更多的薪水 获为更好的发展 选择撤去其他公司或是自己创业的人 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开发了一个高度集成的运维平台 Obstag是一个集成了硕士种的运维工具 并且在各个维度上给我们系统提供了一个综合线的视图 包括将永久在线一个安全智能的监控服务 它还提供了一些比较丰富的界面 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个各个维度的数据 来帮助我们提供一些不同时段的检查 或者是一些访问运制 类似于SSH登录各种审计的过程 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配置应用的管理 我们不需要再考虑我们是不是需要登录服务器来管理这些 它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整体上来讲 Obstag是对我们运营人来讲是一个比较整体的解决方案 我神奇的发现 开始使用了Obstag之后 我每天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到四成 我终于不用加班了 Obstag集成了运维工程师所需的所有系统 并将客户的工单系统化地呈现在工程师面前 提高了工程师处理问题的效率 另外Obstag在Zabix的基础上对监控做了深度的开发 实现了更多的监控点 如对Hadoop参数的监控 Docker服务的监控等等 提升了主动探测到系统问题 我很少这么高度评价一个工具 但不得不说Obstag真的解决了运维团队的后补之忧 它可以对系统的不同层提供服务支持 包括从不同公有云的API数据调用 来完成监控管理服务 一直到消化APM和安全等 我们正在使用第三方应用安全管理工具 我们打通了运维系统流通的瓶颈 从而对于运维从技术和管理间形成闭环 这样我们对于运维整体效率和质量而更有了底气 或是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管理统一化的平台 可以更好地帮助CNZ与客户间合作 运维科技八年某一届 开发出了Obstag系统运维管理管家 Obstag是集成设计搭建监测管理 对信息的收集和资源的管理 目前也是运维科技及其客户提供的运维共享平台 Obstag平台广泛集成了数十种先进的运维工具及系统 以及第三方API几乎覆盖了运维人员日常工作的所有内容 Obstag平台提供了丰富的界面 方法和数据来支持运维工作 实现了一站式运维 如信息的收集类模块 服务上线运维状况 公单 登录信息 警报等信息 一起 同时在工程师中心 也可以查询到各类服务器的运行状况 如数据库 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等 这一系列系统功能 正好解决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大运维难题 即复杂系统和混合运维环境下 对信息的收集和资源的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